嗨 大家好 今天是英历的12月29日 明天是大年30 过年 今天是我们上班的最后一天 昨天晚上来的信息是 今天上一上午班 早上我就醒的很早 我是凌晨1点半起来 完了上传视频 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睡 现在早上上传一些短视频 上传一些昨天拍的一些视频 之后订阅者又涨了4名 现在是订阅者是70名 我想慢慢的会就是 当你订阅者不上涨的时候 你就要不断的上传 上传那个视频 短视频也好或者说长视频也好 一定要上传 你这样总上传的话 你才能被这个系统推到首页 人们才能关注到你 今天上午上一上午班 之后下午就是想给妻子一个惊喜 我想给她挑个礼物 之后我中午跟妻子见面 逛一下商场 我给她买一个她喜欢的东西 她今天早上发信息给我 她说她想要个戒指 今天中午看看一起吃完饭 吃完饭之后逛个街 看看能不能挑到她喜欢的戒指 今天因为一直上传视频呢 我就出来的比较晚 所以说在路上这一段 我也是快下高速了 我才打开相机 今天我是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本来想跟老婆有一个约会呀 很多年没给她买过礼物了 她现在是总说我在给她画大饼 总画大饼也不行啊 也不好使 其实我没想画大饼 只不过是一直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钱给她买东西 今天奖金发的还是可以的 还是有史以来发的最多的一回了 所以说有这个奖金的时候呢 妻子也比较辛苦 天天送孩子上学 接孩子放学 天天哄孩子睡觉 我觉得她挺辛苦的 为了感谢她 我就给她买一个礼物 今天大部分公司估计下午都能休息 下午就买点年货啊 我们也是今天下午逛完商场之后 去那个首尔的大林洞去买一些 那个过年的菜呀 还有一些调料什么的 给孩子买点吃的 跟妻子一起回来 回来完了之后就接孩子放学 今天我儿子他们幼儿园有那个过年的那个 就是活动啊什么的 今天早上穿韩服又去 今天早上的视频呢 我就剪短一些 完了之后主要是也是给大家拜个年 新年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昨天晚上的视频也是 也是拜了一下 但是今天不一样 明天就是正式的是除夕 明天下午呢 就把妈妈接过来 一起吃过年夜饭 过年的时候是女人们比较辛苦一些 我家呢 我媳妇比较辛苦 做饭啊 收拾屋子啊 她昨天晚上就开始忙我了 把厨房都插了 今天估计把衣服洗了 洗完了 把它收拾一下屋子 明年就是做吃的那些 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一直对我的不离不弃 我来一直关注我的视频 也关注我的成长 非常感谢大家 虽然说不像一些大卡什么的啊 一下订阅者涨那么多 但是我非常珍惜这些 在我不好的状态的时候 就订阅我频道的人 这些人我觉得特别珍贵 因为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别人关注你 和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别人关注你 那是不一样的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个好年 吃一些好吃的身体健健康康 过完年之后 在新年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年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拍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再见 感谢收看